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看一下 因為現在蔡英文動作頻頻 哪方面的動作呢 因為我們觀察了她幾天 從1月9號選舉過後 她其實好幾天要嘛是中常會 要嘛沒有行程 但是在今天除了去嘉義看的 這個飛官家屬之外 她還安排了兩個行程 去到了雲林 我們來看一下 她就是9點05分的時候 先去嘉義 然後10點鐘就去雲林這邊 有兩個行程 先去雲林科大 然後再去到雲林的南勝宮 然後去到那個地方 原來是劉建國邀她去的這個場合 就說要送這個匾額過去 她還當眾誇獎了劉建國 大家這樣看一看這個脈絡 有沒有看出什麼端倪呢 你看1月9號當天選完這個選霸 就中二的補選 以及罷免林昌佐之後 激進黨馬上就放出一句話說 中二補選只是逗典 還有下一個地方派系 就是雲林張家 她點名完隔天 蘇志芬就在她的Facebook上面 馬上呼應 就說下架張家 會讓雲林更好 然後我們也看到林靜穎 在11號的時候 就也讚瞎這個講法 就是說對於家族 政治地方勢力的議題 我們要重新檢討 他們已經擺開了這樣子的 一個攻擊的態勢 就連這個側翼 梗圖或者是粉專 都開始在這邊講 或者是轉發蘇志芬的Facebook 在講說年底要下架雲林張家 實隨之位 因為這個台中嚴家 可以這樣搬得到 下一個雲林張家 國家機器難道會輸嗎 他們當然是非常有信心 所以這一系列 你可以看9號 10號 11號 一直到今天 今天是這個11月13號 所以這一系列動作 原來綠營都有布局了 一步一步已經開始 對於這雲林要開戰了 那我們為什麼是蘇志芬 我們其實看到 今天聯合報有一個分析 他是說 見指雲林張家派系 雖然是老調重談 但是如今為什麼可以一石二鳥 根據這個綠營的資深黨工觀察 雲林張家他就是派系 他是這樣子講 資深黨工這樣講 那蘇志芬跟張家 其實佔了一二十年 對於張家的底戲 非常的清楚 那現在看到了台中嚴家的敗選 對於他們來說更有信心 所以在中二的選戰之後 勸禁他來選雲林縣長的聲音 更加熱絡 那真的會是他選嗎 也有一個聲音是講 因為其實這次中二的選區 其實對於一個有地方包袱 跟一個空白的人 空白的人就是林靜儀 好像有包袱就比較難選 空白的人反而比較好選 對於他們現在操作空軍這一場 戰來打的話 那可是因為現在這個蘇志芬 他也是雲林蘇家 他也是有地方的包袱 所以他未必真的好選 因為他對於這個黨內來說 誰參選都有一定的包袱 不是政治素人 一定有政治包袱 那有沒有可能 他就是出來打擊的位置 但是真正的出來選的人是誰 會不會是這一個劉建國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蘇志芬他打擊的這個相關內容 比方說像是蒜頭價格 林內焚化爐 還有青浦宮 他就說張家動作很多 就是說不斷的在開始 已經有攻擊的姿態 或是訪問的時候都有在講 但是你看今天蔡英文的動作 他去到這一個 這個叫什麼宮 南勝宮 去到南勝宮這邊 是劉建國邀請他去的 會不會他只是一個煙霧彈 真正要選的是劉建國 因為本來大家都在地方講說 最有可能出來參選的 就是這兩人 加上現在劉建國 他因為當初護萊豬議題跑票 被停權一年 現在期限也將界 而且他在這個反這個公投 四個不同意的白場宣講 其實非常的賣力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 這樣子將功贖罪 現在有可能真正出來選的 是這個劉建國 然後蘇智芬是幫忙出來打派姓 因為他自己也有包袱 沒關係我拉著張家一起扯下去 劉建國就好選了 有志哥 不可能 但是我只是想要先提醒大家 剛剛宅宣那句話 一定要記清楚 他現在喊出叫下架雲林張家 雲林大家都知道 只要雲林人 你去問雲林人 雲林蘇家跟雲林張家 兩個都是家 但是他只要把行程設定推出來 雲林張家 那就像中俄的顏家 現在就是要往你身上潑糞 把你標籤化 你們張家多可惡 然後於是下來 蘇智芬我怎麼評論他 他就是雲林的邱毅人 割喉割刀斷 我跟你講你被蘇智芬纏到 我跟你講就是一二十年 這麼狠 就是你們裡面 這次聯合報寫的 太精準了 纏鬥二十年 但是雲林蘇家 在雲林起家幾年 快一夾子了 要一家架了 張家不過這二三 是二十幾年才起來的 雲林到底誰才是真正的 撐住這個家 整個雲林是誰的禁卵 雲林的人你回答我 你現在往他身上貼標籤 好像雲林被張家綁架一樣 誰的比較久 六十比二十數學 計算機拿出來碰碰碰的好不好 所以厲害 劉建國現在的狀況是留校查看 然後才剛解禁 當然好學生要表現出 我這個好學生的樣子 然後爭取 我說實在的 你要不要出來 還得看蘇智芬的臉色 到底誰才是家 你自己看最近 所有我提醒 蘭營七縣市七朵花 大家記得嗎 蘭營的七個縣市長 有一個小小的聯盟 他們自己的婦女執政聯盟 我跟各位講 你有沒有發現 從今天開始 從昨天開始 已經針對這七朵花開始殺了 開始拔花運動 有沒有 今天的林芝廟 前天的盧秀燕 大一年來了 我跟各位提醒 張立善今天林芝廟才開始被搜索 被廉政公署搜索 盧秀燕才剛被三明治殺 張立善已經被砍一年了 但是你們都不知道而已 張立善已經連續被砍一年了 從那個蘇智芬的弟弟 那個案子有沒有 張立善兄弟那個 那是一個三坡地 然後自己要去種咖啡 種了種了種的 那個三坡地有點抖 然後他就要把三坡地弄平 阿爸你是不是要煮咖啡 然後種了咖啡之後 他就說他沒有違反水土保持 然後卻佔國土 然後就開始殺 一路殺 張立善就是跟你們國民黨 很有性格你知道嗎 只要人家講我們家怎麼樣 我先處分 張立善連開他弟弟兩張罰單 還不行 但是所有做農民的 包括林嘉欣 你自己問我 法律就是民進黨在玩的 他用什麼來辦張立善 他弟弟 他用水土保持法 但是其實水土保持 上面還有一個 我還有一個法律叫農發條例 什麼叫農發條例 農民 我知道 你們每次在耕田水利的時候 動不動會違反法令對不對 不小心產掉這些土 人家就說你違反土石什麼 保育辦法 然後那個水流 我要開發 然後亂飲水 所以我有一個叫農發條例 農業發展 你農業發展 這些東西我保護你 沒有 蘇智芬管你的 我能殺我就殺 我就說你違反水 你把山坡地弄平一點 好種咖啡我管你的 今天如果不叫張立善 今天如果是許XX 陳XX 沒事 農民開墾 辛苦工作 或是書XX可能也不用 可是我們講那麼多 我剛剛講到現在 你還有在聽 因為你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請問三明治會聽嗎 蘇智芬中的對 張立善他們家就是這樣 違反 國家都他們的 分寧都他們家的 我們不要讓他做好嗎 是 張立善已經被殺一年 你們大家有沒有看到 然後再來林之廟 再來盧秀燕 這應該回到我們前面那一題 我想問朱立倫 你到底要怎麼辦 你面對顏寬恆 被人家這樣子殺完 你到底要怎麼辦 你的策略在哪裡 還是你只會發那篇廢文 一直對不起 一直道歉 然後裡面機關算盡 張立善 是違在旦夕的 林之廟已經被動刀動槍了 盧秀燕已經在火上烤了 請問一下2020你告訴我 你一定贏 先從張立善救起 對 所以現在民進黨 可能是計畫性的 要殲滅國民黨 不當黨產已經是殺的 國民黨都已經沒有黨產 可以打這些選戰了 那現在你看到各地的地方 這所謂的派系 其實也是地方在那邊耕耘 滿久的一些人 政治服務滿久的一些人 他一個一個給你抹黑潑糞 把你拔起來 這樣子該怎麼辦 怎麼應戰 其實你說現在的這個社會型態 還有什麼可能 有什麼所謂的派系存在 人家頂多就是七十五十 過去長期服務的好友 什麼叫派系呢 什麼叫派系呢 剛剛有志哥說的 對 舒家在雲林 那可是也是呼風喚雨的 爸爸是雲林縣議會的議員 媽媽是民進黨籍的省議員 姐姐也是省議員跟國代 到了舒志芬第一次參選 不用從議員開始 直接從立委開始 這樣的家事 你也不要去說人家是派系 不然你們家是什麼 你們家也是正二代 你也是正二代 不用講得這麼可憐 再來就是到底雲林 今年是劉耀果還是舒志芬 那就看民進黨 到底有沒有要讓青壯世代出來 大家知道舒志芬68歲了 今年可能69吧 你當了你七十幾歲 然後你當了那麼多年的立委縣長 立委縣長 你死不肯放那個位置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滿腔為雲林的熱血 還是家裡有東西讓你不能放 有東西不能放 不管是政治利益 或是說其他的利益 讓你不能放 2001年從你爸 到你自己已經在雲林 把持了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以上 你到現在快七十歲了 你還想要去影響縣長或是立委 那一定是你不能沒有這個位置 那你為什麼不能沒有這個位置 所以民進黨每次都說 世代交替他們培養年輕人 但是遇到派系也不敢動 遇到派系也不敢動 坦白說張立善縣長 我一定要給他一個大大的讚 我真的也要 大家記得之前我們公投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有請所有縣市首長 拍個影片或是錄個語音 但是我大概問了六七個 被拒絕後我就沒有全問了 因為我有灰心上志 可是張立善縣長是第一時間就跟我講 他可以錄 然後我還跟他提醒說 我說你可以不要表態 只提醒大家去投票就好了 你不用講四個同意 結果他的語音回來 是清清楚楚的講出四個同意 然後我還問他的幕僚說 這樣會不會給縣長難做 會不會被整 他說確實張立善縣長 有一半的幕僚是勸他不要 因為雲林比較偏綠 勸他不要 但是他覺得該做就要做 所以他後來也是第一個站出來 挺四個同意公開挺的縣市首長 那當然秋後算帳來得又快又猛 那不管是現在對盧市長的出手 張立善的出手 或是林芝廟的出手 我只想說一件事情 之前我們就一直在說 當你們被個個擊破的時候 當在公投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為了2022選舉 我明則保身一點 不要得罪中間選民 不要得罪這個民進黨黨中央 因為有地方補助會被卡住 但你以為他會因為你好來 我就跟你好去嗎 不會的 他翻臉不認人 我這一場上完了 要我下一場戰就是砍你了 對不對我就砍你了 大家記不記得林芝廟縣長 在這個縣議會的時候 備詢的時候講說沒有核案又沒有核事 對 不但給他按讚 不斷稱讚他有God是誰 都是民進黨的議員 都是民進黨的這個政治人物 所以這叫什麼 這叫反操作 這叫反操作 我們如果國民黨做什麼事 就是被民進黨按讚 大家不要開心 你腳不得要冷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常常就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說 我先明則保身再說 但是打群架才是一個弱勢政黨該做的 我就打不贏你 我就只好十個人一起來打 不是這樣嗎 我之前就一直說 如果他敢卡住台中的預算 苗栗的預算 彰化的預算 你每一次都是14個縣市所長 一起站出來說 蘇貞昌你欺負我們雲林人 蘇貞昌你欺負我們彰化人 每一次都這樣 我看你行政院敢卡幾次 你再卡下去 你也都不用派人來選 因為當地的民眾都記得 你蘇貞昌卡我這條橋 你蘇貞昌卡我這個學校 不是這樣嗎 民進黨以前不就是這樣 馬英九只要稍稍不順陳菊的意 他們這個雲家南平的縣市所長 五個就站在陳菊的後面 馬英九你縱南清北 馬英九你對不起南部人 不都是這樣嗎 他們那時候只有五個 他們那時候只有五個 我們現在有十幾個 你站出來我就不相信 民進黨還敢卡你的預算 如果蘇貞昌敢卡 他們自己去承受 今年2022年的選舉 對 越是小黨 越是要團結來打這一場戰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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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